1号凌晨1点多 桃园中立有远景开车巡逻途中 被急着带儿子去医院的妈妈拦下 发烧 然后他一直在哭 他不是确诊 他是感冒 远景立刻开巡逻车警示灯 在前带路 顺利将母子带到医院 不过远景将男童抱起时 没想到男童吓到大哭 小心小心 小心 妈妈妈妈妈的东西 看到男童嚎嚎大哭 不断在急诊室大喊妈妈 远景决定去超商买点小东西 安慰被吓哭的男童 你不要哭 这个送给你 谢谢 好 最好 男童看到软堂 开心接过这份小礼物 男童妈妈也不断道谢 警察路过及时帮忙 暖心的举动让人就甘心 记者刘志展 钟孟如桃园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